好久沒有在 YouTube 錄的影片給大家 最近我在玩 3D 印刷 我設計了一些產品 所以今課我希望透過 YouTube 影片教大家 用 AutoCAD 畫一個 3D 產品 一個 object 之後用一個 我們稱為 Slicer 的東西 將 object 變成 G-code 的檔案 將 G-code 檔案放進 3D 範圍 以下是我的資訊 大家有空就去我的 YouTube 頻道 看其他影片 事不宜遲我們可以看我們的影片 教大家如何做 3D 的 object 3D 產品的設計 好了 今天教大家做 3D 印刷 3D 產品的設計 我現在設計了一個芯 印了紅色的膠 印了一個芯 然後一個橙色的芯 在外面 剛剛好可以貼到的 然後你可以這樣擺 即是做一個擺設 這個擺設就是這樣 如果橫看 大家可以看到 就大概這樣 10 字可以放在中間的位置 剛剛好可以放在中間的位置 有一點凹凸充 這是其中一個設計 等一下去講 這個講影片 我教大家循環 用 SketchUp 以及 Octocad 畫 這部芯 然後怎樣的樣子到處 讓大家知道全個過程 另外一個設計 我做了一個余板 improved 把這個יה bonus 都是白色 olacak 有兩個位子可以扣 就是做HONG KONG這個字 一個位置就是前面這裏 或者另一個位置就陷入後面這裏 我很喜歡做的設計就是所謂的入筍位 這個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擺一個Telephone Stand 我擺一個電話在這裏 看的時候就容易去看 如果你要斜一點 斜率高一點 那就擺近一點 擺近一點的Telephone Stand就會近一點 我們坐在這桌子上就可以看電話 這裏就是看電話影片也好 相片也好 另外一個設計就是這個盒 這個盒因為之前我發現 我有一隻USB的Card Reader 我發現沒有位置放 很容易就不知道放在哪裏 我就設計一個盒 OK 我就量一下 設計一個盒 剛好可以擺一個USB的Card Reader 接著就做一個蓋子 蓋子你看到這裡有個插位在這裏 這個椅子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希望可以當你關掉之後 就很難可以開得回 因為蓋子是凹凹凹凹的 你關掉很難可以開得回 這個椅子就讓你用手指 調開它 這樣就把它開開 然後就有一個盒子 這個款式就做了月亮 這裡也有一個款式的圓圈 這就是Product Design 好 現在我們就去設計這個Product OK 我們設計這個心形 這個心形和十字架在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首先我們先畫Draft 通常我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這個構思 開始我就想 我可不可以畫兩個芯呢 我就畫兩個芯 OK 一個芯就扣著另外一個芯 所有的尺寸我都還沒想到的 這個Draft你可以隨便 很噁心 兩個芯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兩個芯構 不如這樣吧 中間就有一個十字在這個位置 用這個十字在這個位置 那十字開頭我想 就是可以動穿了這裡 就是說我印這個3D的時候 其中一部分就是這個十字架 OK 當然沒有這個 全部是十字架 那個芯就是這樣 不如這樣 我這個十字 過了這一邊 那如果過了這一邊有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想像一個3D印出來的時候 過了這一邊的時候 你就要印這一節 OK 就是這個area 這一節 這一部分 OK 還有就是第三部分就是這一部分 就是芯的這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是剪開了 不如這樣 我打算把十字 完全放在這個芯裏面 OK 那我又有另外一個 Draft 十字 那我就會發覺 OK 不如放在芯裏面 會好一點點 那我的芯就是這樣 OK 那個十字就放在裡面 OK 那就不斷了 那是連成一體的 那你會發覺 這裡是連成一體 這裡沒有 那這個area 就是連成一體的 就是芯是一個area 那十字是另一個area 那另外一個橙色的芯 就是第三個area 那但是做完之後 我發覺 如果我就這樣印出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兩個芯 不如我就在這個芯裏面 就 弄一個洞 弄一個洞 好像這樣 這個我也很隨便 設計了一個洞 那這裡不如就在這裡 有一個這樣的洞 OK 這個位置 這個焦洞 有些特別一點的地方 這一邊就正好相反 就 那個洞就是這樣 剛剛相反的 這裡我也是隨便想的 那當然你可以弄在這裡 我就不弄在這裡 然後這裡 我就弄一個三角 OK 那我現在的構思 基本上出來了 整個構思出來了 那現在問題是尺寸 我希望那個尺寸是怎樣呢 我希望這個半圓 這個不是一個半圓 總之是一個圓弧 這個圓弧的半徑 我希望是19mm OK 那我計算是19mm OK 那我希望是19mm 至於由這個位置上去這個位置 OK 我希望是16至15mm 我假設是16mm 就說一個半圓 OK 那這個距離 就由這點 去到下面 這點 我希望就有50mm 當然這個尺寸你可以自己去考慮 自己的設計 看看你覺得 這個身形為之漂亮 那我就用Octocad 就根據這個設計畫出來 至於這個十字架這個位置 每個十字架這個粗度就是6mm 即是這個的寬度 即是這個的寬度 6mm OK 那接著這裏呢 就是 Let's say 是16mm 大概16mm 那這個比例就非常好 那就是6mm 16 16 而此類推 去到這個長度 我又用45mm 比這個短一點 因為你在這裏出 45mm 應該大概到這個位置左右 即是到這個心的頂尖位置左右 那這個是前面的心 後面的心是exactly一樣 那那個尺寸也是跟著這個尺寸 至於這些洞的尺寸就隨便你了 你喜歡那個洞是怎樣 你不一定跟我這些洞的 你可以打斜的 幾橫的洞都可以的 即是可以打斜的 你可以打斜的洞 你可以打斜的洞 這樣也可以的 你喜歡的 你可以設定自己的款式 那你最主要這個是Draft 我就希望Draft出來 根據這個Draft去畫出來 OK 那接著教大家用AutoCat 2019 就畫這個產品的設計 那我現在就DoubleKickAutoCat 2019 那我們就打斜了AutoCat 2019 那我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儘量限制在20分鐘以內 即1200秒以內 現在正在開到AutoCat 2019 那我再打斜了之前有個File 這就是我之前的AutoCat的File 我已經畫到一個立體的Object 我轉一轉給大家看 這個立體的Object 我去到Lag View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望過去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垂直角望過去就是一個立體的Object 那這個立體的Object 我怎樣畫這三個立體的Object 作為一個3D的G-Code的Object 然後用3D編題印出來 我就由頭開始畫 我先打開這個AutoCat bar 然後就下載了 接著我開了一個新的TenPage AutoCat的TenPage 開了出來 你會看到它用的單位是用CN的 而我用串的 我現在將它轉為MM作為單位 那這個Command就是DWG Units Enter 你會看到現在用1號即是用串為單位 轉為3號 我打3Enter 接著它會問我用Scientific 或者Decimal Space的Scientific 就是Display Format 我用Decimal Space 2號Enter 現在問我一個小組點後 多少個位置作為標準 即是基準 我就告訴你四個位置 因為已經夠準確了 接著下來的四個問題 是關於Scaling By Default 我們已經用了Decalign 這個Scaling 就是在Avanced AutoCat我才會教的 因為這個跟我們今次的Example 沒有什麼關係 我按4下Enter 就是拿了Decalign 而現在的單位 就是用這個MM為單位 我現在按到Top View 然後轉回這個位置 轉回到Left View 在Left View 我便開始畫一個 100x100的四方形 因為那兩個Sum 基本上是四方形 大概的內部作為一個Reference 在這裏我便畫了一條線 我用一個Taman叫做L-I-N-E 接著按Enter 它便問我的Starting Point是B Slighting Point是0 Como0 即是Fix Y-Example是0 電弘心的座標 按下去 你看到水平過來 我打100x100mm 就畫了一條線 但你看到我看不到右邊 因為這條線很長 我現在就按Escape 又離開 又拉拉Command 我用Zoom Command 我想看完整條線 在這個螢幕上 我便打Zoom Zoom Command Enter Zoom Command 裡面有Zoom All Zoom Center Zoom Dynamic 有很多個Option 我現在用的就是Extend Extend 即是看完所有東西 Extend E Enter 你看到我現在就看完整條線 100x100的一條線 我畫了那三條線 作為一個四方形 做一個Reference Area 我便打拉Command 在這個位置 按下去 垂直上去 100 Enter 水平過來 100 Enter 垂直上去 100 Enter 我便畫了四方形 然後按Escape 離開座 這個四方形 裡面我便會畫了兩個心 和一個十字 這個四方形 我暫時先測試一下 因為我不想這個Video Time Check 我便測試一下 在第二節的Video 再跟大家說 我按這個 然後按Save 去測試一下 我測試一下 我測試一下 這個File 叫做TrueHart.dwg 這個File 之前我測試過 所以我再重新 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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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上次我們說到 Octocad 我畫了一個 100x100mm 四方形 在左方形 然後 我們根據Drop 在裡面畫一個心形 首先 我便用一個Circle 我用19mm 我畫了一個Circle 在這個位置 接下來我便希望在這個圓圈 180度這個位置 畫一條線 到下面一個深的最底部 50mm的最底部 我便用一個Line command 按Enter 接著我便想在180度這個位置畫 但我無法轉動到這個位置 那我怎樣轉動到這個位置 我便按著Shift鍵 Ride Kick 我便選擇 Snap to Quarton Quarton 即是圓圈的0度 90度 180度 270度 Snap to Quarton 你便看到是Quarton 即是第二個Quarton 的尾端 拉下去 即是50mm 即是50mm OK 這次我便希望畫一條Tangent 上這個圓圈的位置 但我亦不知道Tangent在哪裏 所以我便選擇Ride Kick 接著Shift Right Kick 接著Snap to Tangent Snap to這個圓圈的Tangent 或者Kick 便自動畫到Tangent 接著我按Escat 離開了 OK 接下來我未畫過其他部分之前 我便刪除了四方形 因為這個四方形不再需要 作為一個圓圈 已經畫到這個 首先我便剪掉這一節 下面的圓圈的這一節 所以我便用Trim Command Trim Command Trim Command 按Enter 兩下Enter 之後我便選擇這個圓圈 去穿走 我便可以順利地穿走這個圓圈 然後我便按Escat 離開Trim Command 把上姑這個線 畫一條線 因為這裡的心上 我便不想有19mm 我只是想有16mm 所以我便畫一條拉 由圓圈的Center 即是由圓圈的Center 對上是16mm 然後按Escat 都是在這個位置 我便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接著我便畫一條線 由圓圈的圓圈 到這個位置 切掉都可以 切掉了圓圈 按Enter 我便穿走上高這個 和這條線 按Escat 離開Trim Command 接下来我画一个弧形 距离16mm和19mm这个位置 删在中间这两条线和这一条左边的线 我就用Arc Command 按Enter 第一点在哪里 记得逆时音的第一点在这一点 第二点在这一点 和结尾点在这一点 我就画了一个弦弧的心 这个心就用那个弦弧的弦弧 就是刚才是19mm的半径 一个弦弦 这个类似的椭圆和上下 接下来我就HIGHLIGHT 这条线删除它 HIGHLIGHT 这条线删除它 我就画了心的一半 现在我想画心的另外一半 做法就是打一个Command 叫做MILLER MILLER 即是镜面反射 Enter 接下来我就Select 这组线 应该是三条线 就是这些新组线 接下来按Enter 然后MILLER 镜面的位置 就是在这一点和这一点之间 你会看到很明显 MILLER 的对面 我就是Kick 你会发觉 你会问我 是否删除了旧有的线 答案是No 现在是Erase 我叫做No 我按Enter 就是代表我画了心 这个就是心形 很顺利地画出来 现在我最需要是画一个十字架 现在在这里切割十字架的洞 在心里切割十字架的洞 那我如何画一个十字架 下一节课我们再试 再按这个档案 按这个按键 左上角的按键 然后按Save 然后Save 就Save 了这个档案 OK 上课我们画了心 现在我希望画一个十字架 我画一个十字架的时候 我就在左边画 我就用LINE command 就Kick一下 在这里就Kick下来 然后向右 本来我是Drop是16mm 现在我画14mm 因为我画14mm 会够 理想一点 向下是6mm 向左边是14mm 向下是45mm 如果我没有记错 向左边是6mm 向上是45mm 向左边是14mm 向左边是6mm 向左边是14mm 向左边是14mm 向左边是6mm 然后回到这个档案 按一下 按Escap 然后画了十字架的心形 我将这两个HIGHLIGHT 就是COPY command 将这两个HIGHLIGHT 是COPY上上面 COPY上这个位置 按一下 按Escap 离开座 所以你会看到 我是COPY了这两个HIGHLIGHT 待会回到 在第二个Section 我会将这两个图案 将这个十字架 放在这里 刮穿了孔 下一堂再做 我现在就游戏 接下来 OK 继续 将这个十字架 放在心里面 然后刮穿孔 现在我选择这个十字 然后用一个Move command 把它移动 移动 移动 基点在哪裏 Base 1 无所谓 Move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按一下 然后我用穿command 按Tli M 两下Enter 将这一条线 和这条线 穿过去 你发现我穿不到下底的线 这条线 只有一次 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穿不到 我按Escap 离开的穿command Select 这条线 不再按Delete 我就顺利地穿过去 我捕了这个心 是有十字的一个洞 现在我将这条线 然后用COPY COPY 有一份Backup 就先放在上高的位置 作为一份Backup 下底上高的十字 我亦做过COPY command 将它COPY下去 平平放 就画了两个Object OK 就放大它 现在我先写下图案 按档案 然后先写下图案 就顺利地写下图案 好 接下来我再画了 左边的心 如何画呢 你会看到 我现在有这一部分 所以 我可以将 这个右边的心 有十字的洞 这个心 就是highlight了 然后做一个COPY 做一个COPY 将这个COPY到这个位置 好 按下图案 按下图案 然后将一个完整的心 亦做一个COPY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将这个心 是COPY去 这个位置 刚刚摘住了这个位置 当然你可以这样摘住这个位置 或者你这样摘住这个位置 你喜欢 我就摘住这个位置 按下图案 按下图案 现在只是剪掉下图案 剪掉下图案 我用COPY TRIM 两下Enter 我将这一部分 是COPY去 这一部分是COPY去 这一部分是COPY去 就可以了 其他一些是DELIT 这部分都要COPY去 其他一些 我按下图案 离开COPY 然后我选择 这些是COPY去 这些线是COPY去 不是COPY去 这些线 然后我可以把这一部分 是COPY去 做一个心形 但这些全部都是COPY去 心形的Line 我用COPY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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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下图图 把这部分É是 upsidella 似的 那想如何 我将其变成一个立体 我去CO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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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圖時我們可以選擇 我畫花幅時我用什麼方法 首先畫一個Circle 這個Circle在外面畫也可以 我畫一個Circle 一個圓圈大概這麼大的圓圈 接著我再畫另一個Circle 這個Circle就是一個比較細的圓圈 在這裡寫一下這個圓圈 在這個位置 這個Circle就細一點 不要細太多 不要細太多 我再畫另一個Circle 小一點 小一點 先把Circle解除 然後我用這個Move tool Circle的Move畫很有趣 你可以選擇它 按中間的部分也可以 我可以在這個位置 接著我用Line tool 畫一條線 這條線 就在面畫過來 然後我用Trim 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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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我放大部分 給大家看 究竟想畫什麼 我就想 穿走這條線 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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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兩條線 你會看到我畫了這條線 我按下Circle 按下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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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下Circle 我會畫一些位置 稍後我會畫一些超通的窗洞 右邊的位置 我將這個圖片做一個Miller 的 command Miller 的 command Miller 的鏡面就在這個 保留這個位置 然後將這個圖片用Move command 轉過來 這個圖片做幾點 相當簡單 接著我用Line command 在這邊畫一些圖片 這裡是隨便來的 我有時隨意畫一些圖片 我就畫成這個圖片 這三個圖片就順利地畫出來 我當然也可以把這兩個圖片做一個 copy C O P Y 做一個 copy 把這兩個圖片 copy到這些位置 我保留每樣東西一份 基本上現在就畫了這三個平面 我用Shift Rotate 看到是三個平面畫出來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個接到這裡 我剛才按A 然後下一個圖片 然後下一個圖片 順利地下一個圖片 好了 接下來我又將這三個 變成一個立體 現在暫時還沒有立體 但未變之前 我們需要用一個 Join Command OK 我用一個 J O I N 或者就這樣打J 也可以 Join Command 把這些圖片 本來是圖片 打開圖片 變成一條 玻璃 所以現在看到 變成一條玻璃 其他都是一樣 這樣做 J O I N 打開圖片 把這支圖片 變成一條玻璃 然後打開圖片 變成一條玻璃 變成一條玻璃 你可以檢查一下 這裡一樣 J O I N 把這支圖片 把這支圖片 組成一條玻璃 變成一條玻璃 變成一條玻璃 這個也是一樣 用J O I N 把這支圖片 把這支圖片 變成一條玻璃 變成一條玻璃 非常好 最後就是這兩組 J O I N Enter 選擇這三條玻璃 Enter 再用J O I N Enter 選擇這三條玻璃 Enter OK 非常好 把這支圖片 把這支圖片放在一起 現在暫時還未是立體的 稍後我會用一個 X2 command 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完成之前 先寫下來 穩穩 好 我們看看如何 將它變成一個 立體 將它變成立體 我們會把這支圖片 X2 變成立體 我們會用 EXT 按Enter EXT 按Enter 然後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這支圖片放出來 這支圖片放出來 就是任何一個 長度 因為這支圖片放出來 這支圖片放出來 也是一樣 用EXT 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任何一個長度都可以 因為我們會用的 這支圖片放出來 這個就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另外這支圖片放出來 另外這支圖片放出來 用EXT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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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我按EXT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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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IX目放出來 的核心放出來 這支圖片放出來 兩支可以按5mm 這支圖片放到5mm 這個10支是7mm 這支圖片放出5mm 而我也用EXT EXT 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是7mm 從這邊 按按T 接著再用EXT 把這支圖片放出來 是5mm 的 把這個解析出來就是測試 要順利地形成一個立體圖 當然你可以用Revistic Mode去看這個立體圖 亦可以用Wy Thunder Mode去看這個立體圖 先測試File 下一節繼續 接下來我們嘗試測穿洞 現在是三個項目 我會用這兩個項目來測穿這個心的項目 Command 就在這裏 我們稱為Substraction 我按下去之後 我選擇被Substract的項目 然後Enter Substract別人的項目就是Enter 你會看到是剪掉了一個洞 再來一次 這是Tools Substract 項目 按下去 被Substract Enter Substract別人 Enter 再來一次 被Substract Enter Substract別人 Enter 這樣就剪掉了三個洞 如果你去過realistic看 你就會看到這三個項目 就順利地畫出來 我就塞下這個setter 這個洞 好 接著我們要把這三個3D object 變成一個STL法 接著我再用另一個軟件 把STL法變成GCode的法 我們就可以拿去追尋 那我怎樣變成一個STL法 首先我選擇這個AutoCAD的檔案 接著我用一個叫做Export 然後選擇Other Format 選擇Other Format 選擇Other Format之後 然後我會問我哪個方法 那就是STL Format 擺在哪 我便擺在STL裡面 那我叫它做什麼名字 我叫做TemLap Heart 因為這個是Lap Heart 那我叫做TemLap Heart 1 接著是4 我蓋上原油的那個 接著是Yes 那我選擇這個 object 然後Enter 我就順利地選擇一個STL Part 就是TemLap Heart 這個TemLap Heart 同樣做法 Export Other Format 擺在STL的桌子裡面 叫什麼名字 隨便利 我叫做TemLap Heart Right Heart 然後Save Override 我便擺在所有的檔案 選擇這個Lap Heart 然後按Enter 然後再Export 一個就是Cores 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 是STL的檔案 我叫它做TemLap Heart 然後是Save 是否Place 或是Yes 選擇Cores 然後按Enter 順利地三個檔案 就選擇了 我選擇了 我選擇了 Octocad 設計了 這個Octocad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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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位置 即是 Ryhat Lap Heart 的位置 我們選擇 看看 如何變成 G-Code 檔案 接下來 我們會把 剛才的三個STL 檔案 變成 G-Code 我選擇 一個 我們叫做 Repeater 叫做Repeater Hose 這個就是當你買3D-Liter 時 通常它都會有一個 軟件給你 我叫做Slicer 這個Slicer 就會把STL 檔案 變成一個 G-Code 3D-Liter 就可以認得到 所以我選擇 一個Repeater 當我選擇 Repeater 之後 我就可以 找回 一個STL的檔案 我放在哪裏 我就按這個 加號 然後 我便會找回 那個File 那個File 應該是Lap Heart Lap Heart 是其中一個STL 我放在某一個 Folder 當你找回 Folder 按Lap Heart 然後按Open 我便會把 這個 當然 不同的3D-Pinter 它的做法 有少少不同 如何加入 我現在加了 在這裡 你會看到 我這個3D-Pinter 就可以印到 300x300x300mm 一個很大的 一個 現在我便把它調整到 中間的位置 現在我放在這裡 我調整到 近邊的位置 我把這個 112 改為 30 我調整到 這個位置 這裡是98 我改為 50 我調整到 近邊 這個位置 XY 接著在這個 Slicer 這個Tab 我便可以 Config 然後引入出來 當然是 Dependent 你的Pinter Slicer Config 也有不同 這個我無法教你 因為不同的Pinter Config 會不同 當然要說 Config 我有一層Slicer 跟某一個 Slicer 引入 你見到 我便發生了 3D-Object 我便告訴你 你聽到 44分鐘 34秒 才可以 引入 這個Ofig 和 3D-Object 不同的Pinter 有這個速度 快點 我便把這個 fi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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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這個 brick 可以印去 3D-Object 那 你可看到HU的程序 RyHard 可以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開開這個 按下 Act 告訴你我是RyHard 的 然後去這裡 然後看到就是RyHard 的 object 我現在回到這裡 設定到 50 問哪邊 然後這裡設定到 0 問下面 然後去 Slicer 這個Q Engine 即 Save the part 保存在哪裏呢 當然我會保存在 G-Code 櫃檔 現在叫它做 RiteHard X-T-C-O 再保存在 Override 和 Repay 所有的檔案 同樣道理 其他檔案也是一樣的 我現在回到 10 字 刪除了這個 然後按 Add 選擇 10 字 然後按 Open 10 字就會放到 0 我用 Move 這個位置 我將 10 字轉回 這個轉回 30 字 扶 30 字都太軟 所以我便扶 60 我們接近這個邊緣 這個是 96 字 我便設定 0 字 接近這個邊緣 因為在 Slizer 中 用 RiteHard 給了 10 字的 G-Code 把 Bar 放在哪裏呢 都是給你聽 放在 G-Code 放在 M-Code Ripay 所較右的檔案 我便把這檔案提出 OK 相當成功 我便提出了 3 個檔案 我怎樣去 3D 印刷 下一節我再講給大家看 OK 現在輪到 3D 印刷 最後一個步驟 你看到我這個很大很大的 3D 印刷 究竟有多大呢 比例大家便知道 這是普通的一個剪刀 普通的剪刀在 3D 印刷裡面 是這麼多的 我這個 3D 印刷 可以印到 300 乘 300 乘 300 乘 300mm 的 Model 可以這樣說 可以印到這麼大的 Model 可是 DIY 的 我買回來便要自己陷 陷了之後 雖然現在背降了一點 所以大家便比較黑一點 印了之後 這是一個 Printer Head 這個 Printer Head 的位置 OK 這個我便另外加了一個 我們平時的風扇 這個平時的風扇 這是我們催涼的風扇 這個風扇 就是靠去摩托 這個摩托 沒有那麼熱 不知為何 這個Driver Motor很熱 就是靠去摩托 這個就是膠線 就是 PLA 1.75mm 的膠線 這個就是 panel 所以我開啟這部機器時 有些技巧 首先我便要先打開這個風扇 OK 我們便看到我開了風扇 吹著面部 接著我便打開了風扇的充電 因為我怕它不夠電 一邊充電 一邊吹 另外就是這個 3thrinder 摸 那個火牛這個位置 我便開了 然後開這個火牛 3thrinder 開了 另外我再加一個 3thrinder 火牛 我便加了一個抽氣線 吹著下面的底板 因為那塊底板過熱 曲子 即是那個 麵餅 或者裡面的底板 然後馬達的運作 速度便會快萬不一 令到我們印的時候 很多時候走位 回到最前面的 panel 開啟之後 有這個 panel OK 這個 panel 我便設置一個 panel 我便去PREPARE 然後我便減回OCTO HOME OCTO HOME 是甚麼意思呢 我按了OCTO HOME 你便會看到 這個座板 會升上去 還有PREPARE 就會對齊 PREPARE 回到XYZ 等於零的位置 這個就是OCTO HOME 現在便在做OCTO HOME 這個位置 OK 那這塊板 即是這個PATFORM 我便買了一個 3D的MGPATFORM 便可以隨時撕出來 即是印好之後 便可以撕出來 就可以拿這個MODEL 因為印了 可以黏住這個 底板 我便為了這個MODEL 拿出來 現在OCTO HOME 便回到原本的位置 現在停在原本的位置 我便調整一個 CORNER LVEL CORNER OK 一個叫LVEL CORNER OK 那你見到LVEL CORNER 便會看到 他那個3D HEAD 在這個角度看過去 OK 3D HEAD 和底板 貼得很緊 貼到多少呢 就貼到你剛剛 有一張A4紙 是可以放進去 OK 因為如果你太貼的話 這些墨切出來 就會被底板頂住 OK 如果你太疏的話 墨切出來 就不貼下去 那1st layer 就會錯 那麼這個LVEL CORNER 是讓你去設定 那個位置 那麼當然 下面有四顆螺絲 有四個彈弓 讓你調整那個LVEL 那個PATFORM LEVEL 和Head之間的距離 讓你慢慢調整 這個我們叫做LVEL CORNER 就是這個位置 當然 做完LVEL CORNER 之後 四個CORNER 我都做完了 我就按回Back OK 接著在PREPATFORM 我回到Octohome 先 準備 就是Octohome 我們才開始去印 現在就是Octohome Octohome 之後 我們就回到Main Menu 選擇PIN FORM SD卡 我選擇PIN FORM SD卡 我選擇PIN FORM SD卡 我放在這個FOLDER裡面 就是TEST GCODE 裡面有一個TOM MODEL 這個FOLDER 去到這個FOLDER裡面 我去到HARD 就是之前 我印的HARD 這個FOLDER 有10FOLDER GCODE 裡面我放了很多FIL 什麼WriteHARD LabHARD 都有很多FIL 這裡我就放了 我要多印一個 因為現在是橙色這個 我應該印左邊那個 即是HARD TOP 這個GCODE 我要多印一個 我按下去就會印 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底板的溫度 現在是29度 這個就是PINTA HEAD的溫度 底板的溫度 它會設定到50度 下面又會升 升到50度 當它升到50度 現在的HARD 這個HARD 就會開始加熱 加熱 加熱到200度 它就會開始印 OK 我現在先停止 可以快到200度 才展示給大家看 OK 接著你看到 BORD 即是BED 會升到50度 接著現在 到這個PINTA HEAD 它現在開始升 目的就是200度 現在升到95度 你留意到 當它升的時候 這個PINTA HEAD 開始 應該會有墨帶走出來 OK 你看到這個PINTA HEAD 在這個位置 現在還未有墨走出來 因為還未夠百多度 大概160度 它就開始有墨 它就會慢慢移出來 那些墨線 有時候移出來 就會 黏在上面 不太好看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 用剪鉗 就是剪掉那些墨線 直到190度 我就剪掉那些墨線 到200度 它就會自動開始編 現在應該差不多是100多度 我回到這個PINTA HEAD 現在137度 137度 那些墨線應該還未出來 那我稍後 去到大概160度 160多度 那時候 我就會看到墨線 就會開始出來 幸好印了之後 有些殘渣 那些廢料 我就用一個盒裝 然後我就會扔掉 這些廢料 有時候印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 overhead的廢料 還會走出來 那現在就去到160度 那我們看看 那個PINTA HEAD 去到160度 我們看看那個PINTA HEAD 大家會留意到 有些墨線就會開始走出來 那些墨線就 開始擠出來 那我通常 我就會用一個剪鉗 就把那些墨線 剪掉它 不要讓它太多 墨線在這些位置 因為如果這些墨線太多 就很煩 這些墨線 那我先剪掉它 那我一直保持 那些墨線 一直保持 都是這樣切出來 然後墨線 可以這樣切出來 那我從這裡 就是 拿走它 OK 不要讓它太多 因為太多 之後它會貼在 底板上 模特兒就不太漂亮 你看到 一邊移動 那現在應該是 180度 190度 是190度 好嗎 我們看看 190度 我們差不多 開始印了 我們留意一下 那邊就差不多 開始印了 OK 就來夠熱 夠熱 夠熱 就開始印了 近來這裡印了 那你應該要留意 第一層 如果第一層 在印的時候 如果第一層印得漂亮 去 Stick的話 就非常好 但如果不Stick的話 你就會有點麻煩 你看到 現在不是太Stick 我們再留意 開始Stick了 開始Stick了 第一層 通常Stick都不太漂亮 不過OK 我們再留意一下 你看到 可以開始印了 弧形出來 心就開始 出了形狀 這樣也算不錯 所以第一層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第一層 如果出現了問題 就是離譜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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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停止了 因為沒有必要再印 再印 再印都不動 現在就沒有掉了 不錯的 或者我們轉一轉角度 看看這邊 OK 不錯的 我們印到 我一直有個% 顯示出來 究竟印到多少 現在印了2% OK 我先停止這個影片 我去到大概90% 我再給大家看看 印了出來的效果 是怎樣 你看到現在印到14% 我們看看印成怎樣 你看看 不錯 整個心的形狀都印了出來 差不多 OK 現在你看到 現在看到印到99% 我們看看心印到怎樣 非常漂亮 99% 差不多完 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 只剩下少許筆 即是少許筆 這樣便會印完 我們看看它印完 之後會怎樣 我設定了去印完 G-Code 會自動把PinderHat 返回噴 OK 我們轉到這個角度 看看 我們一邊印 差不多完 對嗎 OK 然後再印到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 我們回到HOME 那裏 Z軸 XY軸 回到 Z軸 也會移上來 整個過程印完 有些膠絲黏著的 OK 我便會拿出來 通常我印完之後 我便會在這個Panel 我便會設定那個P-Pair P-Pair 裏面我調整一個Acess 調整一個Z-Acess OK 就移動10cm 這樣移動 移動大概70cm 我便移動下來 你看到Z-Acess 可以移動下來 移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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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可以把這塊 Magnetic Tab 拿起 這個東西 便會掉出來 你看到有些C 是黏著的 不要緊的 這些C 我便會用剪鉗剪去 磨 用那把挫 磨一點 做好 做好 做完之後 我現在便關機了 首先我便關了這個風扇 我當然是浪費電 OK 因為這個板有50度 所以很浪費電 OK 跟著這裏 就關了風扇的位置 亦都是關了這個3D PINTA 火牛 關了這個電鍵 OK 這裏就少少 如果有些少膠條 黏在板上 我就會順便 剪掉膠條 那些膠條 放在盒子上 放在盒子上 便可以了 現在我要做的事 就是 弄得好 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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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可以了 我現在再磨得好 OK 現在 這個心 我便 剪了 那些 出來的膠的C C線 我便剪掉 放大給大家看 OK 那些C線的位置 我便剪掉 OK 你看到 這裏有些 底部 有些瑕疵 因為始終這個PINTA 都不是太完美的PINTA 當然要接受 因為 完美的PINTA 可能要幾萬元 我這個PINTA 三千多 四千元左右 即是所有一套 就 搞定了 有一個心形 做法就是這樣 其他 心的另一邊 或者十字 都是這樣印的 希望大家可以 自己有自己的設計 我的COURSE 是教到這裏 Thank you Bye Bye